来到三天的尾关,第六场跑31650米 如果暂时来说,整款赛事比较混乱复杂,我觉得是这一场 其一,马好像是国无把握,二来,场地偏差未知 而这一组,郭帕玛又是青上手,各有不足之处 最后班底就是绿色有魂,卷戀的赛事与近方会更加担心 因为跳舞可以更漂亮,没有季初入魂时那么好 不过乱念班数或路程级数的表现才会拖回他 而路马轻易,我相信他的战意一定无疑问 其一就没交代,其二,马逢差一点就可以达标 而这只轻易早上跳,都越来越放松 似乎没以前那么急口,之前都试过跟前来跑,入位 看回上一场五九二场次,当时我提供英明神区 以为这一场都是慢步速的,以为他会不会下山走 结果他在尾里缩上来追 而狂舞派和黄金甲都在前面放回来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步速形势都是稍利前置 而转弯这只轻易都拖出比较外 和英明神区里面捐,就亏了多少 而前面狂舞派都是不断进步 这条球由88倍到44倍 而且英明神区也是有举一个关 这只轻易络了大弯回来,亏了步速之后追回第四 叫做黑如其分 这次他继续排六档,希望他可以守个二叠 转弯那里不要太心急 因为这一组马,前凌马也可能是 幸运时队有机会放 坐一幅,不知会不会放 其实步速可能会慢 轻易有机会都可以 好像之前入位时守三四位 现在的疆口也是放松 没那么急,希望流放方面也能做得好些 所以这只轻易我会先选择 你说是否很大信心呢? 这一场我绝对不是 但如果论赛绩和开始健的稳定 和跑法,可能轻易在这一组里 可以先选择 另外次选择9号马程翠 我觉得霍利时和施卓峰的拍档组合 怎么都应该好过波利斯吧? 因为佳恩看统计资料 其实施卓峰之前也不太好 但现在也不算多骑士 尹妙星之前也和施卓峰和霍利时打破了 那些入位的记录 而这一批情趣 我认为他很需要一个档组形势去帮忙 其实上一场排12档留得比较厚 转弯揭下波利斯不如一路看片 又可以说了 五七三种场次 几个马都可以看 美尔的情趣 而今场有份跑过龙船和宽利森 一只就手拼 一只在外档发力 一只在外档发力 一只复威胜 都沿路一直在外贴上 会不会虚得比较多龙船 会不会反先 但这次复威胜依然排了12档 而这里看美尔的情趣 他好像拖不了口 入到直路 人家的威胜和宽利森都跑掉 你可何得何难在这样的位置追上来 不过 但他不断 也有持续追势 这次不需要排12档 排回内档 可不可以搜索较前些位置 这只在上季赢马 就在内档中摩西过红海之下赢马 今年这一只情趣 当然退了一点 这只会比较少 这次求主一直的话 我觉得可以博下 上季到6月一旦 要凭着内档 然后再赢马 看看这次有没有赢马 赢马内档形势之下 去跑近 第三 优马六色有魂 真的贪责他的钢班的优势 和内档 因为他季初试过快步充 和巴基之友合柏威龍那些是去串Q的 合柏威龍最近可能跑累了 內蘭少少不利後跑到第三 這一組的三分1650 其實大致上都見盡了 如果綠色又橫跑回當時的水準 我覺得贏也有志 太少擔心盲門去試跑的勢頭不夠 希望在級數踏夠後 我就放回背腳 而第四選 有幾個碼裡面選擇 歡喜心、複威勝和蘇烏勇士 最後撇除了蘇烏勇士和複威勝 就是怕先說複威勝 最近兩場都有用力 用力也比較多 上一次都怕隔兩個星期 夠不夠休息期 當然他沿途在外碟上來的姿態 當然是厲害 但這次一樣可能會再虧 而蘇烏勇士 如果牌內當一點 都可能二三選 現在不知李建國會怎麼跑這隻馬 會不會搶前 任務馬頂了二三碟 因為對上兩場都是虧了一塊 步速和不利的場地 所以我就不敢完全捨棄 又是自己抹下 是一些邊線的馬 而歡喜心 就是貪回他的一檔 他縱使不能變奏的話 但他在附近 要他走回二三三 好像之前 有你贏雷工作的時間 可能就是這樣的跑 所以擺回做配角 搏三四重採腳 就像魅力猩猩一樣 會卡你一直的 雷神那些 第六場的三天尾關 選了六號的輕易 九號情趣 一號綠色有魂 四號歡喜心 數會勇士 我自己就放了一本背脚 就沒有插到他先